1、2、1 開始 倒數結束 三千盞的普渡光燈同時點亮 至今169年歷史 基隆最大規模的民間慶典 基隆中元祭開的夜宜室 在此起彼落的炮燭聲中正式展開 象徵引領好兄弟來到陽間 今天就是在老闆公廟 去向開燈爬 就是中元祭的戲目開始 為什麼要開燈爬 就是我們要迎接老闆公 來到人間收 我們這個傭人和共養 來我們人間吃法師 我們老闆公婦女 就是這幾位的家庭 來這裡我們用這個燈 點這個燈去迎接 跟老闆公照爐 讓我們傭人大家安靜樂業 我都會來 每年都有來拜 還有做蓮花 保佑大家平安 拜了幾年 很多人 這求什麼 求平安 四月順利 三千盞普渡公燈 同時點亮 基隆老大公廟四周燈火通明 包括副市長邱佩玲 議長同志偉和地方明代 都力臨共襄盛舉 疫情期間的確這個活動很少人知道了 那這回我們文化局長也辦了很多的宣傳 我相信聖中追願在基隆永遠不會磨滅 大家都會知道基隆有最棒的全台灣最好的中原季 各星中青會在我們基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組成的一個力量 我想我們的科宜我們的文化傳承都要靠中青會繼續來大家一起來推動 所以我們希望各星中青會都可以有更多的年輕人共同來參與 讓我們基隆非常年度盛世可以繼續推廣下去 我想大家都知道每年農曆七月家家戶戶各個大街小巷 所有的社區都會祭拜普渡 這就是我們基隆重要的一個文化 所以我們民意代表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未來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輕人共同來參與以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把我們的文化發揚光大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基隆港都的山海之美大家平安 我們今年的主要特色有主燈 就是我們郭子儀祖先的主燈 還有一些相關的採接活動、遊行活動、礦水燈 還有祝福壇的科宜活動等等 那我們的主題最主要也是秉承著傳承護舊中原普渡 創新向上民俗技術的這個精神 來辦這個中原季 希望可以風調雨順平平安安 今天很榮幸可以參加我們郭氏中慶會這一次點燈的活動 那我們原則上15年輪一次 在15年前我們也 我先生楊時辰也有參與 那很快一下子15年又到了 那藉由這個中原普渡是我們基隆市的一個大師 一個文化民俗很久了 那再藉由這個中原普渡啊 我希望我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普渡公燈同時點亮 象徵引領陰間的好兄弟通往陽間道路 接受人們一整個月的香火供奉 記者黃少民金榮報導 好